很多年没有写诗了 所以收到得奖通知的时候 是非常开心 但同时也很困惑 开心是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台北我们就会讲 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那困惑的地方则在于 就是从我写作开始 就不断不断的自我怀疑 我真的有资格拿到台北文学奖 那不管怎么说 能够得奖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要谢谢评审 也要谢谢生活本身 虽然生活的时候并不是真的那么快乐 在想象之中就是 防疫期间在家工作 你可以有很多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用来写作对吧 可是实际上真正开始之后 你才发现 就是时间往往就是 被切成很多碎片 然后撒在那些过完瓢门之类的生活小事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想写作的事情 那真正开始动笔的时候 往往已经是半夜的时候了 那半夜写到一半有时候 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会觉得自己看起来神色迷茫 写作好像就是一件不断自我怀疑的事情 那怀疑之后还是怎么样 得继续回去写作 所以对我来说 自我怀疑就是写作的本事吧 我来说